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必须跟他谈谈 库里说 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能投篮的话 那你就投篮 如果不能的话 那就别投 有趣的是 同样在那场圣诞大战之后 勒布朗·詹姆斯也发表了一番关于库里的评论 他库里是一名特殊的球员 拥有特殊的天赋 詹姆斯说 更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特别的人 我认为这对我们的联盟来说很棒 其实 詹姆斯和杰克逊都在夸奖库里 只是两人的用词给人不同的感受 换言之 杰克逊不大会说话 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 最近两年 库里和杰克逊的交流已经不多 最多也就是在场边碰到诗韩逊几句 不过 库里并没有忘记杰克逊希瑞对自己的帮助 即便两人之间 曾经发生过一些不快 马克·杰克逊知道成为律师最佳级别的球员需要付出的代价 他也了解这条路有多艰难 30岁生日那天 库里对记者说 他能分辨普通人和伟大的人 他见过我在当时还没见过的事情 他给了我一点动力 如今 库里和杰克逊之间的关系 虽然已经不能和六七年前相比 但他们之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只是眼看着昔日自己手下的库里和勇士 在史蒂夫科尔的支教下已经四年三卦 杰克逊的心理应该多少有些遗憾和不符吧 撰文 罗罗则编 宋指导 忘记回顾 第一期 一生只狠 卡特赛场追打马次名字到底多大球 第二期 相爱相杀 科比加黄教界十三年为何一直难封高下 第三期 做朋友比多三连贯男 NBA最伟大三巨投资交近是这样 第四期 麦蒂曾任火箭孤立姚明 姚麦组合的关系到底如何 第五期 NBA版甄嬛传 乔丹遭两次羞辱后如何让仇家 一生鸣汉 第六期 他们一连手便夺挂毙的三皇暴团最终去为何成仇人 第七期 不是针对谁 看完他们的故事 你就知道NBA现在最缺啥 第八期 颇事争夺 科比曾为奥胖打耳光若OK 没犯会怎样 第九期 五点 这件事让安东尼败人品 当年为何排挤林书豪 第十期 三代MVP的恩怨请求 杜维关系破裂原子哈登离队 第十一期 做队友反成了仇人 保罗为何最讨厌这位五届全明星 第十二期 NBA只有他敢疯狂羞辱张黄两人关系却出现惊人变化 第十三期 他跟何比做队友场子都毁清了分手后上演赛场冲突 第十四期 杰秘乔丹与公牛哲劣内幕在这方面被人烧血战无死 第十五期 被队友立了怎么办 NBA和蒋连夜奔西白里诺打偷情者 第十六期 十九年前 如果这对兄弟没有反目 NBA格局会不会改变 0.5X 1.0X 1.25X 1.5X 2.2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广告 广告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一百 VDN 0763594 WDF 播放模式Chronels分 变率1920 X 1.0X 1.080 视频宽高音量百分之五十四频协议 CDN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帧数错误 码6111.13080.1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1日12点35分36秒 播放流水 播放流水 A440ED RRBB3SKDISK9S 2A372C5F370201 本地热智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 WINDOW DATA VIDEOAR PUSHVN 0763594 WDF IMJHPTP E NEWS GTIMG.COM NEWSLAP LS049 6403 40636404800 TAPE视频 还要不让人玩了 斯蒂芬·库里2017-18赛季超越三分合集 时长约1分50秒 一时一复 这是常常用来形容一名教练和球员之间关系亲密的词 七年前 当马克杰克逊接过勇士对教编时 这个词就成为了他在库里眼中的真实写照 可以说 没有杰克逊的教导和重用 也许库里不会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都说距离产生美 可没想到 但杰克逊离开率尾 成为一名ESPN球评后 他和库里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差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之间曾经亲如父子 2011年6月6日 勇士决定聘请马克杰克逊成为球队的主教练 过去那个赛季 勇士只取得了36胜46负的战绩 他们希望能够有所反弹 不过 杰克逊担任主帅的第一年 勇士却陷入了困境 在那个缩水赛季里 库里一张只打了23场比赛 勇士最终也只赢了23场球 无缘季后赛 那是杰克逊的低谷 也是库里的低谷 当时 很多人都在质疑库里 质疑他是一个玻璃人 天赋再高 也无法成为一支球队可以依靠的球星 但杰克逊却肩定的站在了库里的这一边 他告诉当时还在养伤的库里 如果你真的完全投入到这项运动中 你可以成为史上最好的球员之一 机会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杰克逊不是光说不烈 上任后不久 他就说服勇士管理曾交易对内的头号得分手蒙达埃利斯 而此举的目的就是彻底扶争库里 让库里拥有更多的组织机会预出首权 对于杰克逊的信任 库里最好的回报 就是成为这支球队的科格领袖 率领勇士走出泥潭 当你遇到一个能将信心注入到你大脑里的人 这种感觉会非常特别 谈到马克杰克逊 库里曾这样评价道 2012到13赛季 也就是杰克逊执教勇士的第二年 勇士取得了47胜35负的战绩 晋级季后赛 并在季后赛守了4比2淘汰决金 只是 再次轮2比4不敌马次 那个赛季恢复健康的库里打了78场比赛 场军出战38.2分钟 贡献22.9分斯篮板6.9助攻 上场时间 场军得分和助攻都排在全队第一 他和唐普森的组合也出现威力 马克杰克逊甚至应该如何激励库里 他不只是一位的称赞 有时候他也会打击 一下这个仍在不断进步的孩子 2013年11月5日 杰克逊就曾公开指出护理的问题 强调他必须更好的保护球 减少失误 当时赛季才刚打了三场比赛 护理就累计出现19次失误 场军也变三次失误 他明白自己必须要做得更好 当时杰克逊说 他知道如果我们需要完成目标 他就必须要保护好球 作为他的教练 我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但重要的是 他知道这一点 所以没必要责骂他 杰克逊的及时提醒 确实效果不错 接下去的六场比赛 库里一共只出现了失误失误 场日只有1.7次 就连库里最擅长的三分球 杰克逊也会打住机会就敲打一番 2014年3月3日 在一次队内训练科上 杰克逊挑战库里 比平三分球 规则很简单 五个投篮点 每个点投五个球 最先 赢下三个点的人获胜 结果呢 杰克逊保到不老 在前三个投篮点就都击败了库里 最终3-0的总比分轻松取胜 虽然只是一场非正式的三分大赛 但杰克逊此举 无疑是为库里又拧紧了方条 那时候 两人的关系 真是形如父子 亲密无见 MVP言论破坏两人关系 马克杰克逊有能力 向库里不断取得进步 但却未能率领 用事 在季后赛里取得成功 2013-14赛季的季后赛 勇士的表现还不如之前一个赛季 他们在首轮以3-4不敌快船 惨遭淘汰 输掉系列赛的当天 库里似乎越感到杰克逊的率为可能不保 他在采访中公开支持杰克逊留守 并表示自己特别愿意为他打球 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希望他留下来 我想为他打球 库里说 库里的呼吁 没能改变勇士老板的决定 就在被快船淘汰后两天 勇士高层宣布解雇马克杰克逊 当时高层讨论的结果是杰克逊确实让球队有所进步 但如果勇士要夺冠 他们需要一个不同的教练 我对马克杰克逊教练有自己的看法 但他们勇士管理层做出了一个不同的 决定 库里显然仍在未挺杰克逊 我已经听过解雇杰克逊的原因了 但我不会再多说什么 两人本该完美的师徒关系 就在2015年4月3月出现了裂痕 2014到15赛季 哈登和库里是MVP奖项的两大候选人 竞争非常激烈 当时马克杰克逊受邀参加一道脱口秀节目 也谈到了这个话题 如果我留选票的话 我一定会投给哈登 杰克逊直言不讳 他几乎凭借着一几只力把火箭带到现在的位置 如果选库里我觉得也OK 因为他打出了一个非凡的赛季 就引下来看 我觉得哈登最应当获得这个奖杯 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防守者 但是他这个赛季赛防守端一直非常卖力 用学际行动提升着自己的比赛 杰克选择这番话传来时 库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太令人惊讶了 库里说 这并没有真的伤害我的感情 因为这并不是说 他在进行一次战事的投票 但这番话确实是太令人惊讶了 这显然是他的个人观点 他很可能一直在关注联盟的比赛 考虑到他和勇士队以及和我的关系 别人自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 他所说的让我感到吃惊 但是该怎样就怎样 无所谓了 库里真的无所谓吗 恐怕未必 毕竟 当杰克选的率位不稳时 没有人比库里更积极的支持他留任 很明显 去年当我们更衣室外面的声音那么嘈杂时 我可是毫不犹豫的站在他那一边 2015年5月5日 库里击败哈登 正式当选常规赛MVP 并按照惯例进行了一次演讲 去记者统计 库里这次演讲全程大约一说 了7900个单词 可却没有一次提到马克或者杰克逊 库里伤害了VG杰 如果说马克杰克逊关于MVP的言论 伤害了他和库里之间的关系 那么2015年12月26日 杰克逊在勇士和骑士圣代大战时的现场点评 责任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库里很棒 他是MVP 他是冠军 当时杰克逊点频道 但在某种程度上 他伤害Hurt了比赛 我的意思是 当我去看高中比赛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跑去三轮线吧 但你不是库里 人们认为库里只是一个强有力的射手 这并不是他成为MVP的原因 他很全面 杰克逊的这般话 其实没什么问题 甚至是在夸奖库里的 只要是咱们认为增加